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今天是带来传说对决心的一个英雄的测评 然后这边先跟大家说一下 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因为的话我有的时候会举办一些水友赛 或者什么之类的话 会在公众号通知给大家 然后给大家发发福利 比如说红包零食什么之类 在我尽我所能 我们今天这一期带来的话 这个是莉莉安 这个莉莉安其实我早就想做了 但是因为之前一直没有这个英雄 这个莉莉安其实我觉得有点像 魂斗罗归来里面的这个尤金尼亚 因为它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我们先看它大招 大招的话就是在人类形态下 会向指定方向突进 然后在狐狸形态 就叫它狐狸好了 在狐狸形态下也可以突进变成人类 然后二技能的话 一个炫目之光的话 是人类形态下的话 飞出一枚那个飞弹 然后会眩晕 然后如果在狐狸形态下的话 会变成灵狐之月 也是也就是说这个二技能 在狐狸状态下也是一个位移突进技能 而且二技能会有二断的 然后一技能的话 在人类形态下的话 是一个攻击距离比较远的一个魔法伤害 在灵狐形态下的话 是一个可以是也是也是一个精神伤害 理解为就是疯狂乱抓就行了 然后被动的话 就是在那个狐狸形态下呢 会加提升自己的双方 这个英雄突进能力很强 然后比较适合打野 然后伤害还行 他的二技能的话 其实在狐狸形态下还会有一个二断 就是类似有点像尾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回忆人者 如果看回忆人者 有点像九尾那个尾兽 吐出来那个尾兽玉那种感觉啊 我们直接给大家去打一把啊 直接去打一把solo 也希望陈老师视频呢 给大家带来开心和快乐 你这么快 咱们选择在斩杀这个技能啊 斩杀技能斩杀顺移都可以 呃我们在斩杀 因为莉莉安的话 他的在那个狐狸九尾狐形态下的话 他的位移技能突击有两段的 二技能三技能 二技能和大招都可以突击 这个莉莉安其实操作非常简单 先用人形态一二技能去消耗 然后等二技能把敌人眩晕之后 再大招突进去 然后一套带走对面啊 就操作就能其实还是 其实他说上手难度很难 这个主要是在团战的时候 看他如何去切后排 我就觉得其实打solo的话 介绍一下技能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呃我希望对面碰到的 也是跟我一个 呃怎么说 进路的英雄吧 对面的话是 是是这个是韩信啊 江孝贤 这个纳克洛斯是韩信 你拿拿纳克洛斯来单挑 行吧来吧 这个纳克洛斯是韩信啊 韩信韩信 位移很灵活 但是血量脆的脆的跟什么一样 纳克洛斯也是属于晋升的一个英雄 我们主要注意不要被他一技能 一技能挑起来就可以 注意不要被他一技能挑起来 咱们先等一下 咱们先打兵 咱们先打兵 没事没事没事 我们血量先补下 他竟然直接先打我 你只我们先打兵 我们先打兵 来来来来来来 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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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拉一拉往后拉一拉往后拉一拉 这个血包应该要好了 咱们刚开始的话先示弱一下往后拉一拉 往后拉一拉往后拉一拉 因为前期的话他毕竟有控制技能啊 纳克洛斯一技能挑起来控制技能 他是先手 所以说话比较比较头痛 咱们等到四级之后再去搞他啊 四级之后 这出装还是会的啊 出装还出这个啊 还出抵抗之血啊 我等他出进来的那些来来来 来 走了 没血了你还敢过来啊 他这一波肯定是必须得是回程 然后咱们第一件吸血输啊 因为吸血输被动有个护盾 然后这一波血包的话咱们先吃掉 因为他的位移技能纳克洛斯韩兴太灵活了 我就叫他韩兴嘛 好吗 叫他韩兴啊 你用韩兴来单挑 行大招突不进啊 先慢慢来 等一下等一下才大招 刚才那一波大招位距离不够啊 你们找死 哎呦伟兽玉 再见 哎哎还差一丝啊 这个伟兽玉没打死他啊 伟兽玉没打死的差一点点 但是这一波的话 韩兴如果一旦被我们拿了一血 基本上没救了 哎 想干嘛想干嘛 来来人 抱来来 狐狸形态来来 伟兽玉来 哎呀不行啊 没打中他 往后拉一拉往后拉一拉 没事没事没事 直接大招是吧 来 来 来再见朋友 哎 这个我想 纳克罗斯大招是比较吃惊气的 咱们就是这个 在人形态和暴形态 不是说错了 不是暴形态 人形态和狐狸形态不断的切换 九尾狐啊 伟兽玉啊 有点像火影人者迷人的那个 伟兽玉真的蛮像的 这一波纳克罗斯应该是复活的 复活之后咱们等这个雪包 雪包应该快好了 雪包还没好吗 消耗一下 然后纳克罗斯很脆了 啊 伟兽玉 往后拉一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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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失误哎 被他吃到这个雪包 因为他这个胃 竟然太低过来 然后咱们下面出一个 出一个 出一个灰月 灰月来一个 荒别荒 荒别荒 咱们有吸血树了 荒别荒啊 荒别荒 这个纳克罗斯 应该是回去了 这一波的话 这一波认真开始打了 认真开始打了 不跟他开玩笑了 这个纳克罗斯 一是想来调 我来一技能 一技能 来来来直接 来来来来 来来 来 搞得过我 来来 先换成人心态 哎 想跑 闪上来一个 再见 好 千万成狐心态 千万成人心态的时候 他的那瞬间啊 就是法术攻击会提高 好 这波的话 咱们再千万成人心态啊 然后的话 把这个塔点一下 把这个塔点一下 所以说这个 那不是纳克罗斯 这个利利安的玩法 就是你要看什么时候 千换成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狐狸心态啊 狐狸心态 来来 你死 我已受益 再见朋友 不行 没打中啊 打不中啊 这个伪兽玉 还是得必须得晋升才行啊 伪兽玉 得必须还是得晋升才行 咱们下一个 出这个面具 面具来一个 因为面具的话 还可以加物理防御 面具在哪边 面具在哪边 等一下 等一下找不到啊 恶魔的微笑 这一波的话 对面 韩信是完全打不过我们了 来 来 你还想来 来 我先让你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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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受益 啊 来 好 这个伪兽玉很麻烦啊 很麻烦的啊 来 来 哎 差一点 伪兽玉再来一个 咱们 咱们切换成人心态 切换成人心态 清兵线啊 操作力量 其实我还不是特别熟啊 特别熟 因为毕竟就只玩过几次啊 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技能而已 面具 因为这个这边的传说对决里面的面具啊 因为是有那个 因为是传说对决里面的面具是因为有那个的 有有可以加物理防御的 所以说来伪兽玉来来斩杀 再见朋友来再见 所以说的话 我们面具出一个 等一下的话 我们再出一个法穿的东西差不多了 这一波推塔推一下 推塔推一下 换切换成人心态 对面只有四千多金钱 是不是有点卡呀 我 玩法的话非常简单 先远距离去消耗对面 消耗对面之后的话呢 这个纳克罗斯要出来 精神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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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退 再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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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往后拉一拉 我们再千换成人心态 再千换成人心态 千换成人心态 然后去消耗一波对面 慌别慌啊 他打不够我完全 雪包 哎呦 又看中雪包了是吧 来 你死 来 喂 兽玉 来 搞一下 这波这么多兵线 然后这一波的话 咱们随便了 好 直接带 这一波带不走你 不行啊 他打完一场他就走 然后下面一个咱们出一个减速的技能能减他速度的烦死了 能减他速这一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放弃 咱们雪包先把他吃掉 他竟然不放弃啊 精神是可佳的 但是 尾兽玉咱们不放掉 尾兽玉不要放掉 这还不放弃啊 突进 再见朋友 然后切换成人心态的时候呢 我们暴形态说错 狐狸心态如果因为浑豆的归来玩多了 狐狸心态如果一套带不走的话呢 我们马上切换成人心态 然后用远距离技能去消耗他 玩法就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一波咱们有辉月 再加上他有一个双防 所以说的话 应该这个防御应该是够的啊 防御应该是够的 他还要来 我靠还不放弃啊 这一波你经济跟我差很多了 兄弟 兄弟 你还要来勇气可嘉勇气可嘉 行行行行啊 这一波的话好吧 我们就不要折磨他的对面直接一个投降认数了 好吧 这样对面是直接一个投降认数了 那好的呢 这一次这个莉莉安测评也是给大家做到这边啊 做到这边啊 这个英雄的话呢 突进能力还是非常的凶的 可惜我没没打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